今天将会有三位见习主播 黄勉 马博谦 江琪 今天广播的主题是 美好季 将开放音乐季 互动季两大板块 供主播们选择 音乐吧 那我们就选能互动的 我觉得你就是来一段 极性rap吧 感觉娜姐身不见底 也许明天会下雨 那要不这个说上你了 这个还挺好玩的 对不对 这个挺好 观众有参与感会强一点也 这个确定 你想看什么 如果你们特别艰难的话 可以把时间都留给我们互动这边 不不不不 30秒倒数 还是会有点紧张 你们的耳粉都戴好了 准备 我相信你来我们广播小站 倾诉人生故事的人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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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节目由察觉美好的 康师傅青梅绿茶独家冠名播出 康师傅青梅绿茶茶觉生活小美好 和朋友一起发现美好 每周二中午12点 会员抢先看 朋友请听好第二季正片 会员遵想朋友的小美好 朋友请听好第二季 会员加更片等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订阅 负 benef 神贵 自己份 吆在 一杯 求疲 到 ド 之 activ 喵 各位小耳朵大家晚上好 要见面了非常高兴可以在朋友请听第二季 跟大家在直播当中空中相见 我是小和 我是娜娜 大家好我是小景景博然 我是小董董子剑 小耳朵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琪 我是赖热就不走了王勉 小耳朵朋友们晚上好我是马不谦 好马上进入到我们的互动机的环节 今天是这样的我们分两个部分的内容 一个是互动机一个是音乐机 互动机的部分呢我们有一些 大家可以通过电话来互动参与的游戏 只要你完成了挑战 你就可以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福利礼包 我们赶快来接听一下第一位朋友的电话 喂您好 你好何老师 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您叫我哈哈就好了 哈哈你好现在小勉王勉要跟你玩一个游戏 来 哈哈你好咱俩玩一个加字游戏 就是以两个字开始 然后每个人不停往上加一个字 并且要让这句话成立 哈哈你先说两个字 我想我想睡 我想睡觉 我好想睡觉 我好想睡觉呀 我真好想睡觉呀 我真的好想睡觉呀 我真的好不想睡觉呀 我真的 舞觉 舞觉 好想补觉呀 好不想睡午觉 再来一次再给你一次机会来 我真的好不想睡午觉来加油 我真的好不想睡午觉呀 我真的好不想补睡午觉啊 哈哈哈哈 你再加一条 我妈真的好不想睡午觉呀 好棒啊 可以了可以了 我觉得很棒了已经很棒了 接下来可能就是我爸妈 对 我姨妈 我姨爸 你爸妈 很棒 祝贺我们的哈哈 我们导播会跟你联系的啊 谢谢 现在第二通电话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看看他是谁 你好 喂你好 我叫轩轩 好 现在呢 我们小董要跟你玩一个13问的游戏 非常刺激 做好准备哦 好 好朋友 这个我现在刚刚在这个手卡上 写了一个几个字吧 嗯 写了这几个字 然后你要通过13个问题 我回答是和不是来 然后来猜出这个 轩轩 我给你做了个示范 比如说 这是食物吗 啊 类似这种啊 啊 OK 来吧 嗯 开始 呃 这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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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人名吗 是 或 这是 这是 你们在直播的几个人的人名吗 不是 不是 第二次 是何老师吗 哎 等一下 轩轩不能这样 你如果这样就算你失误了 你只能问是或者不是 如果你给出确定答案又不是的话 就说明你猜错了 啊 刚才已经问了 我们因为不是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 这些人其中的一个 嗯 对你可以再往外再问 对对对对对对 现在你自己矛盾了啊 拓展你的思路 对 人民 我想一下 又不在这 你可以问男女啊 职业啊 这个好男啊 是男生是男生吗 是的 是男生 嗯 你还可以问他是唱歌的呀 还是什么的呀 他是唱歌的吗 这是你 他是演员吗 是 非常棒的演员 他又能演戏 又能唱歌 而且在我们朋友请听好这个节目里出现过 递到嘴巴上 你可以问是两个字吗 是三个字吗 是四个字吗 是四个字吗 是 是一阳千玺吗 是的 好棒耶 恭喜你啊 真的太开心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另外的四位主播 他们四位将为大家带来下面的音乐季 哈喽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季 今天我们第一个这个板块叫做 我们的小甜蜜 所以那这个小板块就是要问一下我们的队员 关于我们自己的这个小甜蜜 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有的时候不只是爱情 可以让人甜蜜 其实友情也可以让人甜蜜跟幸福 我其实特别想在这感谢我的两个好朋友 一个是李荣浩 一个是白晶婷 因为我觉得他们给了我很多陪伴 我觉得就是一些美好的友情 它是可以无时无刻的去关注你并支持你 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 至少我觉得我很真心 所以我觉得这是让我觉得很甜蜜的人和友情 我的美好呢就是我的爱人 小甜蜜 对这么多年在一起的这个甜蜜 因为从一开始真的是跟我爱出几家 然后我一无所有的时候就跟着我跟他到现在 所以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爱他 当然友情爱情都可以甜蜜 但有的时候甜蜜不一定发生在自己身上 比如说看到好朋友和他的爱人在一块 虽然我只是个电灯泡 但是呢看上去我还是很开心也很甜蜜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开心吗 真的是发自内心 所以这是属于我们的甜蜜 那其实也可以欢迎小耳朵们在我们的弹幕上来分享 属于他们自己的甜蜜故事 是的 我们也想听听你们的分享 那在你们分享的时刻呢 进入我们第二个小板块就是关于校园的美好时刻 提到校园的话就是想到了我的同桌 有着一个大大眼睛的女孩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每天都会带一瓶水 然后我很早就会把那瓶水给喝完 然后就盼着下午可以管他这一瓶水 对又甜蜜又美好的一个对同桌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陪伴了又是七十八分钟 真的太喜欢跟大家在一起了 那么有缘就见好不好 谢谢朋友小听好 邀请我来做客 也感谢小耳朵朋友们的收听 希望大家在2022年龙腾虎月 白石干头更上一层楼 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有可以做自己的勇气 期待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晚安 拜拜 拜拜 来了吗 来了 快来 说有好事发生 惊喜抵达花园 快来 来兄弟们 娜娜 你要不穿一个外套 没关系 我给你 我把我的外套给你 我给你 没事没事没事 你让你网眼 没事没事没事 你别别呀 哈哈 来吧来吧 快来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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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这是这是什么时候摆的 哎呦 这是什么这是年货吗 哎呦 我这豆油 哎呦烧了 好事发生 哎邀请卡哎 好事发生 哎呦 三位见喜主播 感谢你们的到来 为小耳朵们送去了温暖 现 承腰 三位成为小战的外聘主播 为小战创造了美好 为小耳朵们送去了温暖 转正了 转正了 下面由我们的主播为外聘主 们们颁发荣誉证书和受待 首先我们给齐哥发好不好 恭喜张琪获得了周稳 团主播的称号 周全稳妥会弹齐 好由娜娜来颁奖 是要就一个少许队里 我这 小姐 扳发受待 我是参加了一个企鹅电台 啥呀 这是给翻的 好 好幼稚 下面是我小勉王勉 恭喜你获得了新赶尖主播的称号 角度很新奇 敢说 很坚强 对不起 对不起 恭喜马博谦 获得了朗作涛主播的称号 转朗的笑声 做做的低音 和掏心窝子的那种交流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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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这个 套这个 恭喜 恭喜 我们诚挚的邀请 三位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 多多回我们的小战 做客好不好 今天是虎年 真是适合武龙 有 红包 红包 红包鱼 红包 这是红包 正经红包鱼 有吗 真的有 这是一个祝福 一个男的祝福 你看每一个红包里面都还报了祝福 好用心 祝大家红红火火 抽到什么 这是什么 茶油一桶 这里可以换 有东西的 哇 喜事连连 生活明朗 好事将至 万事圣意 好事将至 红薯片一包 红薯片 可以拿呀 拿拿拿呀 辣茶 雷茶大礼包一包 我怎么又收了一个万事可爱呀 雷茶大礼包 好好生活慢慢相遇 我是缺祝福吗 心想失禅 第四个祝福了 我抢了一把没有一个是实在的东西 是 雷雷雷 我就不信了 茶油一桶 爸爸妈妈我抽到炸鸭一桶 我交给你拿 别客啊 炸鸭 那个是炸鸭了 爹 爸爸妈妈我拿到炸鸭来的 哈哈哈哈 刘洋 哪个是刘洋豆乳啊 这个应该是吧 过年了 酱板鸭一袋 老个是酱板鸭 爸爸妈妈也抽到酱板 哦 香肝 老实 哪有豆豉啊 我们怎么这么老实呢 就多拿两袋子 他还能不给呀 豆豉 拿回去 雷茶大礼包 好 谢谢 娜娜 我怎么看到你有一个腊肉 没有拿到呀 我觉得这个好吃 这个好吃 这个好吃 给 好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支持新春嘉典给大家送来祝福 发现美好 分享美好 朋友倾听好 虎年大吉 虎年大吉 各位广播小战成员 本期直播 实际点亮数为 一百零一万两千五百万 建议 好 又行 真髒 1 2 2 4 5 7 6 6 6 太美了 好漂亮 这个外面 这个场景太适合拍偶像剧了 对 你现在往那一做就是一个偶像剧 那么还是老样子吗 拉特尔 美国 看一看 一会儿 你觉得特别美好吗 好漂亮 真的美 美到 太美了 何老师 这里特别偶像剧 你待会儿也过来 好 是有点漂亮的 何老师快来 何老师真的是美到 我知道 强行入画加入偶像剧 偶像剧 看偶像剧 然后这一颗是美的吗 然后如果是只有四个小孩在家里 又去不了 只能用一个很小的细节来表示 怎么演 那我先来吧 我想好了 来吧 哇 就是这个手 想出窝外面的世界 这有点像泰坦尼克号 露斯那个就是那个 那姐一说话 我的手又变了 请注意细节 肉精 突然变成了人猪瘦 小董 你怎么弄 想出去发现有窗子 娜娜 你怎么演 开始了吗 你先 我啊 我回去弄咖啡了我 那姐是要哭吗 你怎么知道 这场有必要哭戏吗 这场有必要 要纸巾吗 我觉得你像那个 你一下子重见光明的 看你 尔康 尔康 我什么都看不见 我什么都看不见 看不见 你知道会干嘛吗 就是那个小孩一个人在家 他就会这样 他就会这样 人家在上面就画 画 写一个 冷 面 我们的嘉宾还没来吗 今天有嘉宾吗 有啊 今天是不是来了一道英语菜 哈喽 严晨旭 到民寺来了 欢迎 欢迎 我的天哪 你看你来的这个天气 哇 好漂亮啊 酷不酷 美不美 欢迎你 这个天气会不会太绝了 河老师 让开一下 我跟严晨旭站在这里 就是偶像剧 真的呀 欢迎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景伯然 开了 好好好 董子见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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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请进 快进 快进 慢点 慢点 别摔跤 欢迎 欢迎 热烈 欢迎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广播小镇 欢迎 欢迎 喝茶还是喝咖啡 那我喝茶好了 好的 我们有那个 咖啡师傅 青梅绿茶 陈旭 我还是想叫一声阿四 要不要我来 我来 我来 你要干吗 我来 先不用弄 真的吗 你不用 你不用一来就干活 你先坐一下 你先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吧 你喝茶好不好 看一下我们的美景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感觉 真的下雪 是不是美 美 差很多 坐在这里特别像偶像剧 你知道吗 快去 正宗的偶像剧来了 快 娜娜 跟正宗的偶像剧 再演一个 看窗户 然后说 我想说我能不能看错 是不是 这么漂亮 好美 对 看 像个偶像剧 像个偶像剧 男女主角 在家里面看着雪景 有 男主角的头很敬业 就是朝你 对 头很敬业 朝你靠近 身体是本能的抗拒 男主角刚才是这样的 没有 有 真的有 他就 他那边挑拨利尖 哥我想问一下 你有看过娜姐 跳女团舞吗 做命题 没有 我很喜欢这个 很喜欢这个回答 没有就没有 好 好 你在什么时候跳过 是比如说 节目里面跳过 因为你忙忙 你能不能做自己 你现在 你在Jerry面前 你整个人像 你肩膀内扣是几个意思 人家肩膀内扣 你做自己好不好 因为像我是一个 我是真的很喜欢跳舞 真的吗 然后让我跳不好的人 所以你去参加 哥哥的时候 我特别惊讶 我不只是惊讶 我是惊吓 那整个过程 你觉得OK吗 挺好的 过程挺好的 很明显 你到后面就放松 跟你享受了 没有 我觉得就是 对我来讲 上了那个节目 对我自己后来 就是跟人相处什么的 你是不是有一点色恐啊 我不是一点 我是非常多 真的吗 我是不接着 那你应该多跟我 接触一下 坐 陈旭 陈旭请坐 你的椅子呢 我帮你拿椅子 没关系 那我们坐到这边来嘛 这边地方都 我帮你拿 谢谢阿四 不会 谢谢陈旭 休息一下 那刚才在那个外面 我们接陈旭的时候 他跑很快 在雪地里面 就赶紧要往里面跑 没有 因为他 我看他在淋着血 我就不好意思让他淋血 我想说赶快 我以为在雪地里 戴久了 你头发会塌 会 会塌 会塌 这个是假的 我们刚刚出门一起想说 有雪 今天准备一个假的 哎呀 有点热 谁玩就 你之前做电台或者 或者听电台吗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听 你现在也很年轻 你跟我十年前见你一点都没变 而且我觉得他跟电视里面也没有 差别 跟我印象里面 我有印象 那姐这个我有印象 对 我就没印象吗 所以怎么样的女团舞 所以我有机会看到吗 还是 我今天晚上给你跳 单独给你跳 好吓人 还有人来 走 都来 哪位呢 是谁呢 哈老师 欢迎你 我的朋友 欢迎好久不见 哈啰 哈啰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哇 今天厉害了 杰瑞刚到 你看 哎呀 是吧 梦幻同框 我觉得我的青春回来了一半 欢迎光临 吴建豪 嗨 嗨 这是董子剑 你好 锦伯然 你好 这是 哈啰 这是我女主角 这是我偶像镜女主角 嗨 嗨 嗨 欢迎 好久不见 来 他穿得比我厚 欢迎 你还带了花来 谢谢 谢谢 我都没有带花 那我 有新花园吗 你知道 我们还是要代表一下 来 谢谢 男女生来 有苹果 谢谢 谢谢 这也是我自己刚刚在外面 在 谢谢 谢谢 哇 我今天也太开心了吧 梦幻同框是不是 叶清辉 今天最好下雪很漂亮 对 来 我今天起来就觉得超美 你知道 是的 你是不是也很少看她下雪 比较深 多多少少 但没有差 对 对 喝茶还是喝咖啡 我喝咖啡 好 我来帮她用 你怎么弄 你怎么弄 你要拿铁还是美式 还是 美式就可以 好 那我帮你冲一杯 你坐坐 坐我家 那我烧热水 好 这里烧好了 烧好了 我来吧 我来吧 没关系 那为什么这边也是 这是泡茶 那个是泡茶 咖啡 我是因为我要 一定要九十三度的水 所以就会 一定要九十三度的水 就是对 这是泡 你来做好了 我来弄好了 我怕Jerry吐口吐 我已经吐好了 我想说也是 吐两口 我想要差不多 你有想到她会去 参加跳舞 跳舞会 她蛮爱跳舞的 虽然跳得 可以 可以加油一点 蛮爱跳 很热爱跳舞 对啊 街舞可以来一下 她说她也没想到 她能去做这个事情 因为她说她之前 对于交流啊 你就是跟大家 那么多一大群人接触 她会有一些恐惧 会 会 她会 对 所以 还挺 惊讶 替她开心啊 是 对 你们俩上次见什么时候了 哇 起码有三 F4了 我们上次是F4 就是那次合体吗 没有那次哪有碰面 私下啊 吃饭啊 那时候去你家 就那一次了吗 你们吗 我们四个在她家 在你家里 好像是 是 老师我真的也忘了 我真的也忘了 也是 但挺久 但那时候的确还挺 还 也挺久了 那时候我觉得 起码要 不然就是那时候 你家弄完了 你找我们大家去 暖房 是吗 对 但那时至少也是 四五年吧 四五年了 去年的没有 我们去年是线上吗 对 去年那个合体是线上 那个合体是 只有我一个人在场 对 对 对啊 哇 真的还挺久了 挺久了 你现在比较多的时间是在 在上海 上海 coast 南无孩子 我 faut 搜索 你们在这儿 我出去拿 当然什么事 哦 哇 你不用都出来 不用都出来 对 我来拿 哦呦 好 它会飞 飞起来 它会飞起来 这么厉害 原来一个吧 对 三 二 一 他剛剛給我揮手了 說暫時不飛 他願意在這呆著 這是什麼 太陽花 太陽花 小太陽 好可愛 小太陽 這是什麼 這什麼 要放出來吧 我們聽一下他說的是什麼 恭喜主播們 傑作本期主題 撲通撲通心動廣播特別策劃 那主播可通過重重考驗 為男主播們送上心動小太陽 最終選出廣播劇的男主角 如達成目標小耳朵數 主播們可許下一個 為小占內容升級的心願 大家一起為小耳朵們 製造一場非凡的浪漫吧 等一下 我沒聽錯吧 就是要我來選擇 我的男主角嗎 從現在開始呢 決定權就交在娜娜手上了 那你要覺得誰好 你就送給他一個小太陽 結果明天我們要現場 做一個直播 做一個廣播劇 這裡面有四個男主角 一二三四 有四個男主角 剩下還有一個人 是做旁白音效服裝師群演 那這個人應該就是 得罪我的人 我覺得這個人就 太好了 那我想當群演 我死都不跟他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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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場就死了 我那個當群演 好叛逆 真的很叛逆 好叛逆 我說錦寶 你再這樣下去 很有可能會當男一 我們真的萬萬沒有想到 錦寶的心願就是不跟娜娜一對 我還跟他說不會再分對了 沒想到琴娜娜是大姿勢 但一個人說了算 所以我們五個要通過 從現在開始的一些表現 到明天我們決定角色之前 由你來決定對不對 我來分角色對不對 明白 對 就是我覺得誰是 危險 來領銜女主角謝娜 首先給你一朵 這麼快啊 這麼簡單 這麼簡單 你不能自己拿著 我幫你拿著 你需要的時候 我就給你遞上去 這樣我可不可以自己拿一個 可以 我覺得這個很體貼 這個舉動對不對 我幫你拿著 換你拿 哇 太好了 太好了 她幫我拿杯子 給她一個是吧 覺得我很累 拿走了 娜娜 你會不會五分鐘之內 五分鐘之內就分完了 是沒有人對我好過嗎 然後根本被就 五分鐘之內就分完了 Jerrick是在桌上找 有什麼可以給你的 我看好迷信 在桌上找 你先說說看 你的選人的標準是什麼 我的標準就是 首先你們要承認 我是這個房間裡面 最美的女生 我不但能夠承認 你是這個房間裡 最美的女生 我還可以承認 你是整個建築物裡 最美的女生 這個小區也可以 建築物是什麼東西 除了這個房間 還有外面你看 那片走廊 還有包括那個天井 方圓四十米 對 不能再寬一點嗎 馬藍山都 因為再寬一點 就有別的女生了 我要給 我要給 我要給程旭 莫名其妙地給她一個 是因為什麼呢 因為你們那麼在挖苦我 人家不跟你們負荷 你在那旁邊負荷 她是因為還沒有想到 挖苦你的詞 她賣一台 她很快就 你怎麼那麼了解我 她很快就會挖苦你了 五點了 做飯這樣 這樣好不好 你們每人做一道菜 然後我來看誰做的 笑了 你先了解一下 大家的廚藝水分 這兩個我們是知道的嗎 建豪會做菜嗎 做菜嗎 他滿會的 沒有 你很厲害啊 我記得你那時候不是 那是泡麵啊 不願意在我面前承認會做菜嗎 我真的還好 那為什麼他說你很厲害 他在謙虛 他滿會的 我覺得他看起來很像 很會做一些西餐 你肯定會做牛排吧 牛排可以 然後 這都不願意承認嗎 牛排不是就進一煎 就差不多了嗎 牛排也OK 你擅長做什麼呀 炒蛋 那種早餐炒蛋 那我都很喜歡吃 好好好 但是晚上我就不吃早餐了啊 晚上 山茄炒蛋 我怎麼覺得你在跟傭人講話 我在跟傭人講話 我不要了 我不要了 哇出現第一個人花事件 惹怒惹怒一個 惹怒了一個 牛排也OK 那這邊已經說好了 是牛排跟蛋 阿四 你是要跟我做什麼 阿四 問你半天到底怎樣啊 沒有 我在想 晚上可以做什麼給你驚喜 我還在想 你在想驚喜對不對 對 我想說讓你很開心 好了啦 很期待的 就是會給你一個驚喜料理 我們就等你驚喜了 我們就等你驚喜了 我今天晚上給你做一個 特別適合你現在的身體狀況的 一個美食 我現在身體狀況怎麼了 他其實一直都有很嚴重的炎炎 所以他說話很費力 但他一直不停地在說話 這個這個有一點 對 所以我要給你 就是做一個潤肺養嗓的 潤嗓的湯 潤嗓的湯 很體貼 拿一個 那你得做好了 你說完就可以了 那人還說 那人還說我今天 我明天給你做個什麼 然後就馬上可以拿到了 你看他這麼理智 你原來流程沒這麼清楚 還真的認真在選 這麼冷靜的嗎 你知道我傻嗎 我要保護好我自己的權利 因為就今天這一天 我覺得你那個 這個這邊不好 我剛想到了 我覺得你要吃水煮蛋 水煮蛋 就是 就是他會煎個蛋 他會煮一個蛋 全蛋宴 是嗎 今天晚上說 我們再用一種方式 暗示女主角 滾蛋 這樣 這樣都被你聽 那姐震起來 全蛋宴 水煮蛋真的有點過分 真的是 這過分 對不對 好 打擊吧 什麼東西 態度太消極了 自己快進了 他就回答 我給他做個糖葫蘿吧 我不吃糖葫蘿 我沒給你做 我不是給你做的 我不是給你做的 你看他這個衣服很搭 誰讓你一下弄五個 我沒有給你 我先把那個位置先擺好 我知道 哇 錦寶知道這樣可以淘汰 立刻帶一臉 淘汰 我是群演 我要當群演 Yes 你能做啥呀 那姐想吃啥 我就給那姐做啥 哇 但是據我所知 他只知道做那個刺身 黃瓜刺身和那個番茄刺身 所以沒有任何的菜嗎 今天 對啊 你看我這麼問了一串了 你看都是些什麼菜 你們是你們是這種激烈的競爭我嗎 問了一圈你看這菜 你們不是在整我 我們晚餐 我是用心的 娜娜我是用心的 我晚餐大家一起吃的 對啊 現在已經快聊到快六點了 我什麼都沒吃到 真的去廚房吧走 動起來 我要去廚房坐起來 我看起來好像很厲害 很厲害的 但是你們隨便怎麼做 我都會給你很高的分的 小景我是會把她淘汰的 有一種就是到了年末 願望成真的感覺 其實你是有包紅包是嗎 我覺得這個年過得不錯 動起來 動起來 大家激烈的真躲起來吧 寶你還用虎頭嗎 我一會兒用 這是什麼的 這是一會兒我燒的熱熟 OK那可以 等一下可以還給我對不對 很快就好了 好的 你為什麼一直在刷鍋 你真的很勤勞 哇來了來了來了 這有點大廚風範 你看 哇我要是女主的話 我就投你 這個太讚了 好鮮 我想拍一個照片 哇這個很好看 再炒一個荷包蛋吧 後期那個滾蛋 滾蛋燕 做一個潤肺揚紡的湯 現在我就教你 你現在要把它煮 不需要煮那麼多 只要抄一下 變一下樣子 好 顏色變色就可以了 有了有了 有了嗎有了嗎 這一冷卻了就有了 成功了 我不會成功了吧 就是成功了 我不會變成男主角了吧 我給你一朵花 不要吧 我覺得你太棒了 我覺得你真的很棒 我覺得認真洗菜的男人 最有魅力了 所以現在 我在給了你驚喜以後 要給陳迅一朵花 恭喜 替你開心 你不要學壞了 完了 滿獨自的 老何你看看 我的天啊 我現在整個人都不好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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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幹任何 對 你有什麼資格 幫別人貼一朵花 大姐我是不是應該誠實一點 把這個換回去 不 我覺得你值得擁有 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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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娜 你可以请教你有问题吗 可以 这个是生菜沙拉 对不对 就可以直接生菜 我不用煮对不对 对 沙拉可以 生沙拉不用煮 谢谢 这也是她的盘子 她要做生菜的盘子 她问我生的沙拉要不要煮 她问我生的沙拉要不要煮 她听见了 有收音 我有听到 火遍网络我觉得会 说你会火遍网络 阿四当年是不是都没有给山菜做过什么吃的 剧情里面 好像没有 那你今天是第一次给女生做吗 你今天是第一次给女生做吗 我做给大家吃 都不愿意承认 都不愿意承认 你不要逼你的男主角一直在笑场 人家做得非常用心 她在一片片的洗心里 至少是很用心的嘛 态度是非常用心的 洗得也很干净耶 她就是在给她按摩 再给子干蓝 做桑拿按摩 陈旭在洗蛋 水煮蛋 煮之前要洗的吗 没有想说这样比较干净一点 也有道理 好了好了 水煮蛋来了 是用叉子把蛋插出来了 好开心 快来看叉子插蛋 稳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奇怪我有泡冷水 通常泡冷水不是它比较好拨 为什么它那么不好拨 就还是皮在那里 泡冷水应该是不是缩了嘛 对啊 可能有一点竹老了 没关系慢慢包嘛 不会的 会显示不是 会显示是 没有 你剥3个蛋 你剥很久 是因为它 不行 因为它不粘在上面 我想说把剥漂亮一点 不然你看这样很难 很丑 你记得吗 你在刘二有做那个煎蛋 什么东西记得 你刘新花园二有做煎蛋 忘了 我为什么要做煎蛋 去那个咖啡厅打工 然后然后你就很 道明是很骄傲地说 我做了这个蛋 还不错吗 我完全忘了 我印象最深刻是 他教我跳舞 你记得吗 对对对 第一次在戏里面跳的时候 老师评论一下 他跳得怎么样 还行 可以可以可以 完全OK 滚蛋 你本一个蛮煎熬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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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有种类型的吗 快的 快的 你跟他们拼上 玩呢 我本来想说挑一个最大 但我想说算了 小一点 是 dji 虽然我曾遇见你 能不能发布成情敌 外面下着雨 今天是心情景 I don't know 你去哪里 谁是你的那个唯一 你更冷漠 怀疑自己 我明白 我要的爱 你把我崇拜 像一个小孩 只能在你怀里怀 你要的爱 不只是依赖 要想的大男孩 风险又热闪 是我自由自在 我会跟班农伟 我会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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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比较好 我会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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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就像現在這樣 我就覺得那種感覺好棒 這樣時間過得很快 來吧 來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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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敬我們的女主角 謝謝 謝謝各位男主角 很開心 我從你們這個做飯的過程中 看到你們激烈的競爭 看到你們努力的 為了你們的角色而努力 我們一道道菜的吃 現在要不要大家趕快加一塊牛排 來來來 對對對我幫大家 來 我來我來我來OK 謝謝Vanessa 不會希望吃的習慣 好 謝謝 這個火候 我非常喜歡 是嗎 這個火候剛好 就是那個 牛肉在嘴巴裡面入口即化 還行 而且鹹蛋 剛好 有比我的水煮蛋厲害嗎 水煮蛋 我即將開始嚐它 我有一個問題 請問 您剝了三十分鐘的蛋 剝了四個 為何這只有三半 因為擺盤這樣擺比較好看 然後等一下吃不夠 我在後面再幫大家剝 吃不夠 我先吃一半溫泉蛋 混著吃 怎麼樣 入口即化 這個蛋火候剛剛好 那個沙拉醬在上面 哇 整個蛋都感覺做了按摩一樣 沙拉溫泉蛋 而且它非常有層次 就是你細嚼 你細品它有一些 黑松露的感覺 對對對 小景果然 小景果然真的是懂得 我都能吃 我都能吃 拜託嚐一下我炒的蛋 好吃 哪個啊這個啊 對 這也真的是一個 這真的是一個 入口即化的感覺 好極化 你還要評價 小董的小菜跟這個 這個好吃 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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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姐是不是漏了一道菜 要不要幫忙 菜 好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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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 然後我想到 每次節日啊 我媽會花兩天的時間 準備 然後下菜 然後做大概十幾道菜 其實不管你說 我這生菜沙拉 我也準備了大概兩三天 我能相信 我真的相信 我覺得如果讓 顏承旭去準備 像媽媽的那一十道菜 他可能要做半年 他洗紫甘藍的時候 一片一片地洗 而且邊洗 他嘴巴好像念念有詞 因為他祝如一些 祝福在裡面 祝福 對 然後洗了兩落這麼高的 三落 那個我們以為 他要做紫甘藍塔 最後在菜裡 我甚至差點沒有找到 紫甘藍在哪裡 沒有我還刻意想說 不要加太多 因為想說有些人怕吃 比較苦 就很貼心的享受 自己做自己貼心 我以為 就是你知道一個工夫菜 之後發現工夫都在菜外 你要喝什麼嗎 我們那個湯師傅 青梅綠茶 很好喝的 好了 該我問問題了 湯老師 如果要拿走 你身上一個優點和缺點 分別是什麼 一 二 三 拿走我的優點 就是把娜娜從我身邊拿走 哎呀 缺點 拿走我的缺點 就是把杰哥還給我 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 我走了 但是杰哥回去了 我走到哪裡去呢 我身邊還有人嗎 我剛才的回答就是 我的優點是 我生命當中有你 我的缺點就是 杰哥沒有一直跟我在一起 哦 太會說話了 真的 再來啊 在座的人 你最想跟誰互換人生 互換人生 精彩 那 我覺得 何老師會 會挺 挺有意思 感覺 何老師 過得很開心 然後我覺得 其實你看到的 看到的是表面 真的 這樣的話 我也可以得到 多十幾公分的身高 快速回答 在座的男生裡 誰比你更帥 為什麼 我覺得 何老師 為什麼 就是覺得 意思是外面不帥 因為我剛剛跟 瓦奈斯換了人生 最帥的 你不要緊張 緊張 小景問你 當我和你的好兄弟 一起掉水裡 你就誰 我哪個好兄弟 柳榮浩 白靜庭 李榮浩吧 他就白靜庭 我坦白講 當聽到這個問題的那一刻 我腦袋裡的第一句就是 是 是 柳榮浩 柳榮浩 是 我跟你說 幸福離你越來越遠 柳榮浩用你救嗎 他的吉他可以漂浮的 林芬淘汰 是 你同一題問我 你同一題問我 如果 我和你的好兄弟 一起掉水裡 你就誰 123 我什麼兄弟 你就是我的好兄弟 你就是我的好兄弟 好厲害 太厲害了 好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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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兄弟保護一下 我說說兄弟 好 再來一個 如果 你想帶一個在座的人 帶一個人去一個孤島 你選誰 我會選我兄弟 唱起來就是你 兄弟保護一下 我跟你講我本來以為 我不太會講話 你太會了 而且重點是 你這樣的話 我們都能去了 因為在座的 都是兄弟 都是兄弟 對 我們都能去了 對不對 你最無法拒絕的人 我帶我兄弟 他沒說完 你最無法拒絕的人 我兄弟 兄弟保護一下 請評價一下我今天 評價一下我今天穿搭 和妝容的巧思是什麼 太難了 我的天 巧思 巧思 穿搭和妝容的巧思 你保護一下 我的兄弟 把我的豬 我笑花了 我 你身邊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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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去讀信間 好啊 好啊 走吧兄弟 要怎麼進去啊 推 推那個大的那邊 往裡推 他是轉門 對他是轉門 I'm coming 我幫你 我幫你 好 好 可以 在那邊 蛤 是那邊嗎 對 在那邊讀信 哦 好 好 你好厲害 我看 我看著 一直來一直來 進不來 你其實做這邊的話 這邊也有這個 哦也可以 好啊 好 你坐在這兒我幫你拍一張 好 你們一起來嗎 很棒 要不要一起 來啊 可以 可以 對這樣 看著我 哦 不錯 這個最好 你可以坐在這兒再來一張 幫你拍一張 好 對 哇 這張真的很好看 哈哈 我把兩張都給洗出來 可以可以 好 你知道這個虎有多美嗎 剛剛那個光打在湖面上這樣 嗯 就想起我以前在海上 嗯 然後就 那個月亮就真的打在 那個一望無際的海面上 你看水面上那個薄薄的霧多美 對啊 最喜歡這樣的感覺 最喜歡這樣的感覺 這怎麼還有個設備 這是給我們的禮包 這是更高級了嗎 這個是這樣的 有了這一套的設備 像我一樣 我們就可以在這裡給我們的聽眾回音頻信 哦 是這樣的 恭喜各位 恭喜各位 兄弟抱一下 恭喜各位兄弟 那只是哪個開關 不能提兄弟二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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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美好直達到一千 解鎖了美好陪伴新方式 為你讀信 那麼今天在讀信結束之後 請主伴們選擇一封最觸動大家的信件 並用一首詩歌一個故事或一段感悟來回復信件 將大家溫暖的聲音錄製下來 用片刻時間遇見一場感動和驚喜 嗯 來吧 一人來一封吧 好不好 照片 廣播小站的成員你們好 我是一位十四歲的男生 感謝朋友請聽好陪伴我無搖的時光 我有一個煩惱 我奶奶她把她的縫紉機放在我房間裡 而且她每次來我房間用縫紉機完後 都會留下碎布 而且還會任意動我的物品 讓我每次都要恢復原狀 我要做什麼才能改變現狀 神 水 鏡上 你覺得奶奶很可愛 對 我也覺得奶奶很可愛 奶奶留下一些碎布應該想傳承吧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是覺得就是奶奶就是找這個理由 想多待在孫子的房間 對 我也覺得奶奶應該是想要多看看她 對 但是以她十四歲來講 她一個男生 然後就是家裡長輩 隨便進出她的房間 然後還動她的東西 我覺得她肯定會煩惱吧 對 她應該有自己的隱私 跟個人空間 這是應該的 當然 跟奶奶說一下也是對的 可以隨 歡迎你來 但是可不可以不要亂翻什麼之類的 還有那個 我其實蠻想建議她 把奶奶那些碎布都慢慢留下來 然後之後 什麼時候奶奶生日之後 把她可能把那些碎布 可以做成什麼變成一個驚喜 哇 這個好厲害 我覺得奶奶會很感動 奶奶這都是你留下的碎布 對 以後就會是很想念的畫面 對 我覺得這都是很珍貴的記憶 其實 我覺得我們現在慢慢大了 然後跟親人在一起的時間少 然後就會覺得這些都是寶藏 都是值得珍惜的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什麼事情 那個溝通渠道是很重要的 不管是跟奶奶也好 跟孩子也好 跟誰 對 陳旭 嗯 你會願意表達 這是 我好像 比較 比較 報喜不報憂 讓她 開開心心的就好 嗯 你媽媽會突然有一天問你 比如說看到一個什麼新聞 會不會很擔心啊 或什麼 她比較不會 她會念你什麼 會操心你什麼 她也就是會覺得說 就是所遇到好的對象 吹婚是不是 就是 我媽媽會這樣 這一兩年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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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她生日嘛 會說媽媽你生日 怎樣 她就會用開玩笑的 我不要別的禮物 對 她就是會 給我抱孫 對 所以 嗯 好 下一封 下一封 這位朋友叫做英 她前面就是講她高中有好朋友 幾位非常好的朋友 三個人一起 大學畢業之後呢 她的兩個朋友 在老家有了穩定的工作 而她去了一線城市打拼 結果呢 她本以為在最好的青春時光的遇見 能夠是一輩子的朋友 但是近兩年 我覺得我們之間的隔閣越來越大 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在發生 去年見面的時候 我們聊天的內容 已經完全不在一個頻道了 我特別難受 因為我不知道是誰的問題 比如說近幾年回家 我都不住在家裡 而是選擇住在家附近的新級酒店 我跟他們解釋說 因為過年家裡人多 房子又小 而且過年出門 也沒有什麼可聚會的地方 我就會叫他們來酒店一起聚 他們來之後 每個人對我的行為都表示不解 雖然沒有明說 但是話裡話外 就是說我顯白 顯然我是生氣的 但當時我也忍下來了 我沒辦法跟他們解釋說 這就是我的日常生活呀 我自己過得舒服和開心 最重要啊 這樣的話 只能更加肯定他們內心所想 覺得我就是在顯白 寫到這裡我還是很難過 因為很多事情 我覺得我沒有錯 我們沒有錯 每個人都在自己過自己的生活 只是覺得朋友 本來對我這樣的年紀來說 就已經是很難得的事情了 但是你就眼睜睜看著自己 和他們越來越遠 天下真的就沒有不散的宴席呀 時間就是友誼的試今時 朋友真的只是階段性的嗎 嗯 哇 我說的 我覺得最生動的點就是 他覺得難受 但他也不覺得是對方的問題 也不覺得是自己的問題 他不知道是誰的問題 人生的問題 他就覺得是難受 我覺得是一個人生的話題 跟難免的會去面對的一個東西 嗯 他們可能都不太願意承認朋友 是階段性的事情 嗯 但是呢我覺得就算是不承認 也必須要接受 就是大家不一樣了 我有一個非常好的以前的 上學時候的朋友 然後那個時候是非常好的 後來呢我又出來工作啦 嗯 然後我們也各自不一樣的生活 然後有時候回去碰到了啊 然後我們就會講 我們以前什麼什麼 可是再回去還是講那幾件事 再回去還是那幾件事 就沒有時間和空間去經歷新的事情 一輩子的朋友和朋友是階段性的不矛盾 我覺得 反正朋友也許是階段性的 也許是一輩子 但朋友永遠是朋友 就是朋友有時候 其實不一定非是說 要跟你在一起幹很多事情 或者你們有很多回憶 其實我有時候 有些朋友就是 最近咋樣 我都覺得 我那一天 或者那一星期 我都會覺得很舒服 就是簡單的一句問候 對 或者跟你分享一個新聞 或者什麼東西 我都覺得挺 是一間特別溫暖的 情懷 很重要的 這種就是 哪怕我跟你不是一個世界 但是我依然在乎你 愛你 對 因為像我回去LA的時候 跟我朋友碰面 我們不需要做任何東西 我們就坐在那個客廳 然後就直接發呆 我玩完我的 我玩他的 但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氣憤 氣憤 小時候也是這樣子 長大也是這樣子 也不用特別去多說什麼 很好的情感 對 就是一個情感 我覺得這個很 很酷 所以大家很喜歡看那個 六人行就是因為朋友 我現在還在看呢 會啊 對啊 都會看啊 好 來 下一封寶 他這個 他是一個來自 北京通州的一個朋友 他叫歐陽十三 然後他說 親愛的廣播小站的成員們 你們好 我覺得我的姐姐是一個 非常自私的人 很小的時候 他為了捍衛自己碗裡的一塊尖蛋 跟打人僵持了許久 為了避免被弟弟妹妹們瓜分掉 幾口就塞進了嘴裡 我記得他倔強的臉 湧上血液 眼角泛著光 鼓囊囊的嘴咬著 回擊了幾句 憑什麼要給別人 這是我的 這就是我的姐姐 她出生的時候 家裡境況上不錯 得到了大人們很多的寵愛跟照顧 在她眼裡 屬於她的東西 是堅決不可以被別人奪走的 可是後來 她被迫分走了愛 物質 甚至學習深造的機會 而我 就是這個瓜分者之一 我尤其心疼她 不僅僅是 後來她為了我們付出了這麼多 而是對一個 堅決捍衛自己利益的孩子 最終卻主動做出 如此大的退讓 這個舉措感到痛喜 姐姐真是煩透了我們 兩個尾巴 走到哪跟到哪 哪怕她躲進了廁所 我們也需要蹲在門口跟她說話 她種花 做飯 拖地 洗衣服 練字 畫畫 燒水給我們洗澡 有時候還要調節我們之間的打鬧 十歲出頭的孩子 做了父母該做的事 我以為她無所不能 強大又威武 可有好幾次 我也看見了她的脆弱 初中的時候 她考了全校第一 本來應該獎勵一支 綱筆的 可是因為課本費欠缴的緣故 屬於她的東西 被另外的人拿走了 我記得 那天她是嚎啕大哭著回家的 我站在她旁邊 看著她眼淚落進土裡 哭著哭著便扛起了鋤頭 去院子裡松土種花 再後來她考上大學 身邊一堆人勸 你這個情況不能只顧自己 你得考慮一下弟弟妹妹 他們才上中學 誰也不願意將自己拖進我們這堆爛泥裡 這些看似苦口的良言 都是想撇清關係罷了 你這次也是哭了很久 最後卻只是去無緣就讀的大學看了看 就出去打工了 這次你真的無能為力了 後來我們聊到了愛情 你說從來沒有一個男人 像你呵護我一樣去愛你 你不曾得到過這樣的愛情 你很難過 因為姐姐你一直在保護別人 你還是個孩子的時候 保護我們順利長大 甚至弟弟長大成家立業了 你還是操心我們 我剛去北京的時候 租不起像樣的房子 每天晚上要經過一片 沒有路燈的土地 有一天差點出事 你知道了 當天就給我轉了五千塊錢 說弟弟 你以後打車回家 當然你強調了要還的 姐姐你習慣了保護別人 你牢牢捍衛自己 和身邊親友的一切權益 可是你還是那個 被奪走一塊煎蛋 一直剛筆就會哭的小女孩 只是成年後 你把哭聲埋到心裡了 我的姐姐是個很自私的人 一直到現在都是 屬於她的東西 誰都不能奪走 是借的就一定要還 是送的也要精於細算 可這樣一個人 過去的小半生 都在為別人奮力厮殺 這真是讓我心疼 這輩子是輪不到我來當姐姐了 因為我心理上是永遠把你當姐姐 母親 摯友來依賴 可現在我不需要你的保護了 請你好好享受你的生命 做回那個自私的小女孩吧 姐姐生日快樂 是生日寫的 是生日寫的 對 好動人 對 其實我喜歡是這樣 我喜歡這樣 就是她寫的東西 會寫她 以前看的她 和現在看的她 就是不一樣的角度 其實你們寫的就是 她覺得姐姐把自己保護得太好了 她就一直覺得姐姐是一個非常堅強 然後也會欺負別人保護她的人 但是慢慢才發現 姐姐原來也是一個很脆弱 很需要被照顧的 她其實想給我們寫一個了不起的姐姐 你們是有兄弟姐妹的嗎 我有哥哥 我有一個姐姐 我有一個大姐 二姐還有我 然後一個弟弟妹妹 然後翻一個小妹 哭翻了 還挺熱鬧的 對 你跟你姐姐的關係呢 你跟你姐姐的關係 我們比較不太一樣 我印象中我爸對我姐很好 然後我好像是 就是我爸好像沒有想要生我 所以小時候就是會覺得 我是不是姐來了 怎麼我姐做什麼事情 我爸都對她很好 然後我只要翻一個小時候 我爸就真的是全打腳踢 所以你就 現在呢 現在好多啊 就是因為很多時候我都不在嘛 那其實媽媽都比較是 姐姐在陪伴她什麼 我就覺得 就像剛剛那封信一樣 就是很多東西 我們小時候看不到或看不懂 但慢慢長大 你發現她其實都在 有為這個家做很多事情 幫了很多忙的時候 你角度 看到的東西就不一樣 你怎麼看待 你爸爸以前這樣子對你 我有 滿好奇 因為我跟我爸爸小時候 也很不好 我覺得多少會影響吧 對啊 就是會影響 就會覺得說 不知道 這可能也 後來我長大 我那麼難 就是說表達說 但後來會啦 其實我後來跟我媽 我就開玩笑 就說媽我愛你 然後我媽就會很 我媽就說你幹嘛 你吃什麼藥 腦筋燒發燒 我小時候跟我爸也是一樣 就是我不小心 我自己摔倒了 我爸說你怎麼那麼笨 你知道 我是摔倒的那個孩子 但現在我理解了一個事情 就是 爸爸其實那時候 不是說不想愛我 是不懂得怎麼樣去愛我 因為他經歷的 跟我經歷的不一樣 後來我理解了 然後突然有一天 我就把我爸拉過來 我說 爸 我想要跟你聊一件事情 我說 我希望 你可以饒恕我 寬恕我 我身為一個兒子 所有在你人生犯過錯 或者讓你失望的一個點 然後說 你幹嘛這樣子 我們是男人 我們不需要這樣子 我說 那爸我自己需要 因為我已經饒恕你 寬恕你身為我的爸爸 讓我覺得 一切讓我失望的東西 他那時候愣了一下 他說愣了一下 他說 OK 然後我說 就這樣子 因為他很大男人 那種脾氣你知道嗎 然後 然後真的了解說 他不是不想 只是真的不懂 那不懂的人 你是要去教導他們 或者你就是要去原諒他們 我們還會計較父母 在我們還會計較父母的時候 就都是我們最幸福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你還是孩子 當你懂得去體諒父母的時候 那對不起 你已經開始知道人世間的心酸 你也開始知道 就是身為父母有多難 然後你才會去體諒他們 才會知道 原來我爸爸媽媽也不是 什麼都可以做到的 對 所以可以計較父母是小孩子的特權 真的是 幸福的特權 我當了父母 我知道 對吧 很難 非常難 會遇到很多事情 你知道 你看書知道應該是這樣 可是你真的遇到那個事情 你畢竟還是人 你有情緒 有時候你是不是能夠控制自己 讓自己變成你所看到的 教科書那樣的一個處理方式 非常難 很難 我們選一首詩送給我們今天印象最深的信 好不好 好 我這裡有一首詩很適合剛才 奶奶那個也是 姐姐那個也是 嗯 這首詩叫 《點著燈的家》 好耶 《喜慕容的詩》 中文你能讀嗎 這些 不太行是不是 不太行 我可以唸英文 你可以唸一句我唸一句 好 OK 我帶他唸喔 不要... 幹嘛啊 好 你唸 你唸 一二三 耶 特別像那種兄弟的誓言 你知道嗎 對... 很溫暖耶 剛剛小董說 有時候很久沒有聯絡的朋友 突然傳一個簡訊 你會 my day嗎 有嗎 我那時候就想到 對啊 有時候 吳健豪傳給我一個簡訊 我會開心一個 你會傳什麼 罵人的吧 他以前在我們的F4 他就是我們團隊的小太陽 他就是會很關心我們每一個人 然後我那時候也被他罵 罵是因為關心好不好 對 因為我那個個性比較古怪 真的 那有人自己介紹自己 我的個性比較古怪 他的確... 他已經好很多了 我覺得 沒有 有看醫生 有在吃藥 是吧 有在吃藥 你知道 OK 點著燈的家 其實 我們所求卑微 不過只是希望 孩子都能平安長大 在每個溫暖的節慶裡 在每張泛黃的相片裡 我們都能緊緊地摟著它 其實我們所求卑微 不過只是希望 能夠有段無怨無驚的歲月 有片可以耕種的田野 有些知心的友伴 有些可以訴說 可以互相交換的期盼 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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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神專注 眼神專注 微笑慢慢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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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鏡頭之前 我們在鏡頭之前 或是端坐 或是端坐 或是擁抱 或是擁抱 慎重地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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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張 幾張 將來也許可以 將來也許可以 傳給子孫的家族合照 傳給子孫的家族合照 其實我們所求何其卑微 人生一世 輾轉天涯 想保有的 不過就是像這樣一小間的 點著燈的房子 一小間的 點著燈的家 好點了嗎 這麼難受啊 好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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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冷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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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希望的是 爸爸能出現在家裡後 讓他兒子裏腳翹起來 你是怎么是冷吗 还是什么 原来是这样 全身发冷吗 肯定是娜姐的烘地 把你笑岔去了 拿一个暖的东西 放到胃上面 好不好 放在肚子上 小冬你说那个泡面在哪 我来帮你 好 这个可以吗 可以 我先煮两包 你看有几个人要吃 我觉得 如果他们都不吃一包 就够了吧 我两包应该可以 那就煮两包了 你要鸡蛋吗 好啊 谢谢 还有蔬菜要不要 对 可以 还有金针菇要吗 好啊 你是不是拍那个 那个 我认识一个导演 拍你跟那个谁 是不是子风 快把我哥带走 不是 那是另一个 那个叫彭玉畅 带你是不是先打伞 再放进去比较好吃 不用 我来吧 给你做点热水 还要一个吗 你要放蔬菜吗 可以 你看你要放多少 放僵尸应该 不会怪吧 不知道 这是我没有这么做过 都可以 你看你喜欢要什么 到底是真的饿了 我是真的饿了 你晚上没有吃太多是吧 我刚才吃了蛮多的 我刚才吃那吐司什么的 但我觉得就是可能天气冷就 就会觉得能量一直在下降 想要吃一点热 你要不要吃一点啊 没有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冷 想要喝什么热汤什么 你吃啊 我真的不行 这门要关一下 我刚才聊一聊突然觉得 好像回到二十年前 什么时候 就是刚才在播蛋的时候 突然聊一聊 我就觉得突然好像回到那时候 我看你那节目 真的吗 对啊 你还教那个谁唱英文歌啊 我看我也得教你一下英文 你很有耐心啊 那个好像是不是发音不太标准 然后你一直 然后中部一直跳中部 9C 你看我后来那段 找到这个 这好像是我们那时候 第一次到香港的时候 宅宅 宅宅现在回讯息又比较快 好酷啊 哇 酷啊 然后还有一些之前的有的没的 还挺好笑 宅宅宅宅宅宅啊 有啊 我后来有喘一些 你看刚刚 宅宅宅宅宅说我们俩在讲到坏话 你那个微信我们俩留言给他 跟那个 我说 好 生日快乐 跟他说拜个早年 他那时候不是 最爱的就是每一个人说 诶 我进来跟大家拜个早年 拜个这样子吧 1 2 3 新年快乐 希望你 希望你一切都好 跟你拜个早年 對 然後上次在Vanets家吃飯 下次是不是要約去你家吃飯 是不是你要約一下 我覺得他都不會約任何人去他家吃飯 會會會 我看到這個影片他會良心發行 你剛才只會約人家去他家打電動而已 好 希望你一切都好 愛你兄弟 加油 好嘞 剛才發給鍾玉銘 你們是嗎 我剛才是覺得說 我覺得這節目讓我跟他 更近了 是嗎 更近了 就放下一些啦 有一些 對啦 放下 我覺得跟他就像 那個有一封信講朋友一樣 就是朋友之間 本來就是大家沒有 因為我們畢竟很久沒在一起 那你說有時候沒有長聯絡啊什麼 就是有時候一定會有一些事情發生 那我覺得這個節目 對我來講的意義就是說 我跟他見面 然後 其實就 心裡面有些東西就真的 我也就覺得 反正 沒有必要主著任何東西 因為每個人 執著 執著 因為我就在想說 你們那個戲其實 拍之前你們也不認識 對 對吧 然後呢 你們又不同於 比如說是一個什麼唱跳團體 是因為在一起訓練 背景又不一樣 背景又不一樣 然後可是火了之後呢 F4又成為一個 Team 然後必須要一起同進同住一起工作 逼不得已 是 其實不是你們選的嘛 就這些朋友不是你們選的 對 對 但是到後面成功了之後 或者是成名了之後 你們可以選擇 再繼續或者不繼續 但是那個時候肯定會選擇繼續 因為 其實是很好的嘛 對不對 我 我不太喜歡說這個東西 但 但教練不覺得嗎 如果當時真的讓咱們都是有安全感的 然後彼此信任的話 我覺得現在可能會不一樣 往回看我真是覺得說 如果真的帶我們的某某一些人 不是 你知道嗎 真的能顧到我們每一個人互相 心裡面的感受 心裡面的感受 然後互相的包容跟體貼 因為有時候真的會被人家 在講這些話放大 對 其實真的是會被放大 然後我們突然會彼此變成 什麼 那就叫什麼 嫉妒 或者是覺得 嫉妒 對 嫉妒 嫉妒 委屈啊 不平衡啊 嫉妒啊 吃醋 這些 對 吃醋 都等等都有 每個人都有 重點是每個人都有 你知道 所以到最後 突然大家就覺得說要鬆一口氣 各走各的的時候 就覺得應該了也差不多了 但那時候還會有後面的人說 你們應該在一起 那會心裡想為什麼 你們 其實你們也看到我們 其實到最後不是特別的開心 在做這件事情 其實很簡單 所有人都沒做好準備 你們也沒有做好準備 也對 就是運營者也沒做好準備 他們也不具備一個 運一個亞洲現象級的 一個天團的準備 其實到後面 很後面可能大家才知道 有了很多經驗才知道 原來把每一個人的細節的東西 照顧好也是很重要的 就像父母一樣 我就老覺得父母不可能 對所有的小孩是百分百 就是平等的 那其實經濟團隊也是這樣 就是幾個小孩 他肯定內心裡面也會有 我更愛誰多一點 或者是怎麼樣 那他一定會努力的 想一碗水端平 但其實他能做到的 肯定他也是個人嘛 不夠成熟了那時候 不夠成熟了那時候 可是回不來就是回不來了 也不會啊 反而我們可能會有更不一樣的 未來啊 對吧 我的意思說 你看就像我今天跟MT在一起 反而我覺得 我們感受到又不一樣的那種 就是每次人家問你說 F4他會合體的時候 你都怎麼回答 我都怎麼回答 對 對 我說我OK啊 應該每個人都會說我OK 我OK啊 應該每個人都會說我OK 因為我不能是那個 Trouble嘛對不對 對 我最近都是說 我OK啊 我也說我OK 你去問其他三個人 你去問其他三個人 好久不見 我是擁抱 耶 我们过十年再相约在这里 朋友请你好 第十二季 我们相约在这里 我觉得那时候如果真的 大家还在见面那个感觉 会很不一样 你们也还好吗 很爱你 比赛已经进入了白热化 要过我这一关的表演关可难了 比如说 Action 你谁啊你 是我的Jerry 是我的Jerry 看我们要是动了 娜娜其实她真的有这个 很浪漫的 可以有一个人跟她好好演 生菜 生菜 我演了 好难 我想真的很难演 我没有 全部投胎 唯一的男主角 就是金宝 现在我决定了 我演山菜 紧摩然演 到明四 紧摩然演 到明四 跪下 我跪下 一致通过 No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妈妈再爱我一次 我不厉害 给个机会呗 让我待在你身边 怎么在这 我恶心死你 你说你喜欢我能咋的 我喜欢你 通过这次的世系 我宣布 小景被淘汰了 你们需要用抽签 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迎接你们惊喜的角色吧 一 二 三 请打开 拜拜 亲爱的 你现在走在哪儿 我有些悄悄话 想穿过夜色包你啊 我也有孤单的小尾巴 像雨游过大沙 眺望着灯火在楼域开花 你别害怕 我会陪你说话 一路走回家 说车站风好当 说喜欢哪个她 说奶奶的手帕 藏着给你的汤 说深夜路当下 你影子想笑吗 说远方好远啊 然而今天 的眼神 说车站风好的 说喜欢哪个她 说奶奶的手帕 藏着给你的汤 说一个人长大 说一些爱边阳 这里整天有光 如果你也会怕黑的话 Z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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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u-Zu-Zu